各位投资人大家早 现在几点30分 跟各位来做一个盘中解析 那解析这些呢 首先跟感谢各位投资人 对这个网路上教学这个活动 我觉得办得非常成功 也很感谢各位投资人 能够用这个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的把这个波浪理论学起来 那最主要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这教科这个教材的话 不是教科书 因为教习惯 这教材来讲的话呢 对各位投资人绝对是有帮助的 把它留下来 然后去翻一翻 万一如果不懂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之后呢 还有一些的活动 那如果说各位投资人 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呢 没有关系 踊跃报名 那希望各位投资人 感谢各位投资人 在这个10月9号之后呢 这个活动就即将就结束了 那就再这样子呢 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下一次有活动的话呢 没有关系 尽量去留意到 目前的一个news OK 那现在呢 还是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讲股票之前呢 讲这个之前 还是跟各位投资人讲 目前的股票的走法是如何 一般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是留意到美国 道琼指数有哪些消息面 那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真的 我觉得也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两党还是在闹啦 那闹之前呢 我觉得还是留意到 我们的一个目前台股 还是跟美国 还是有相关的性 所以呢 美国最近呢 公布这个消息 他每个每一周 每一天都会公布一些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呢 目前可能会延后 最主要的问题变成说 举个例子好了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要公布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结果没办法公布了 可是呢 你说这影响会不会很严重 如果说 这个关门持续严重下去的话呢 到10月17号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 那之前10月份 他所要公布这个就业报告 跟一个失业率东西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依据 为什么 因为他要跟上个月来做比较 那所以呢 这东西 我觉得对共和党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非同小可 他们也应该这个影响性 如果说你9月份拿不到的话呢 10月份也拿不到的话呢 OK 那你11月份 你就没有东西来做比较 要等到12月份 才有办法去比较 11月份的失业率 跟一个通货膨胀率这一部分 还有GDP这一部分 那紧接着呢 对于明年QE 到底要不要退 我看就是凶多吉少 绝对就不可能再退了 为什么 景气一旦往下衰退的话呢 那对于QE就一定会延后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以短时间来看的话 但是我认为 更觉得说 可能下礼拜啦 因为10月17号最后一天嘛 之前我觉得两党会去 会去共同的去撮合之后呢 留一条路方式 我觉得不可能会把 目前好不容易 这个景气已经好转的东西 再把它打下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旦关门之后呢 对整个盘事来看的话呢 如果关门10天的话呢 对这个经济成长率会下降 差不多0.2或0.3% 这个非同小客 我觉得这个也而且 疫情影响到之后 影响什么东西 失业率 OK GDP 这经济到之后 那美国的QE 我跟你讲就不用退了 不用退之后呢 相对的对各国的货币机会 可能会升值的问题了 那这种东西 对美国本土来讲的话呢 好不容易经济已经复苏了 那我觉得这边 稍微琢磨一点美国的景气 因为美国这景气 在QE推出来之后呢 实际上它这个钱呢 并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 用到美国本土里面去 很多资金流到新兴国家去 对一般正常的一个 经济模式来看的话 这是比较不正确的 为什么 举个例子好了 政府把这个钱 丢到整个流动社会当中 流动资金里面去 又希望整个国家的一个内需 能够把它提升起来 那如果这些钱流到 国家里面去 社会里面去 这个钱并没有流到这一部分 而且反而流到国外去的话呢 那对整个美国本土来讲 不会有进步 这是我之前在 2003年4年当中 在国外的时候呢 我看到是美国 那时候呢 它这个钱运用到 911亿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钱是运用到 美国这一部分 奔托里面去 所以0304 0506年 这个景气 一下刷全部拉上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0304年 那个利率很低 差不多4%左右 到07年时候呢 那时候到总是1198 那时候利率将近7到8% 现在呢 现在基本利率 private的话是3.25 你想看差多少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美国不会去 这么的去 去仓促把这东西弄炸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认为应该就差不多了 就应该差不多了 好 我们来看现在一个 美股走势 美国股票走势 目前来看的话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把这条线 画出来的话呢 它从之前的14551 到这一步画起来的话 应该在 就照这个 这个上升趋势线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应该顶多 在这个一两天 差不多1万5左右 就是应该做一个支撑 不可以跌破 因为为什么不能跌破 一跌破的话呢 我跟你讲 这个呢 就是一般我们技术病 最常看到的 什么头 三尖头 这个头就一个M头 那我跟你讲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很多一般 美国基金操办人的话呢 这个一定会设定 卖掉 为什么 因为他会遇到一个基金 赎回的压力 为什么 很多在美国基金里面 有分很多一些 银行方法 或者帮方法 或者是 Money Marking Fund 这部分来讲 或者是 Equity Fund Equity Fund 一般我们叫股票型基金 那一般 股票型基金 如果说股票一直下跌的话呢 投资人他会担心的话 他去赎回 一赎回之后呢 那你基金公司 一定要卖股票 为什么 这规定的 只要是 投资人去赎回这个基金的话呢 你美国的一个基金操办 一定要去买股票 那一卖的话呢 我跟讲会更惨 所以呢 不管说以美国的一个 投资机构来看的话呢 这个线 绝对不能跌破 就从这个 1444这些部分 你把画出来的话 这个一个支撑线 绝对不可以突破 如果跌破的话呢 我跟你讲 不是美国糟糕的话呢 我觉得全世界都会影响大 所以你目前来看 跟各位投资人讲一个肯定的话 这个时候就停止了 就跟之前 我跟你讲 QE不会退就不会退 现在也是一样 没问题 好了100 10月下之前 没事 坐下来见个面 喝喝茶 就OK 就应该没有事情了 因为你知道 美国人最喜欢搞这一招嘛 共和党民间党 这样换来换去 那到后来就没事了 我也举一个例子 之前 在国外买车子的时候呢 买一部车子 可能定价3万块 那我想 可能用3万2买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跟经理 两边去错价格 我提高3万1 然后经理把3万5降到3万4 然后中间业务研究 把它这样弄之后呢 结束一个价格 这样整个耗 耗一个小时 所以呢 美国喜欢玩这一招 基本上我们不要去理他 我跟你讲 没事 美国绝对没事 OK 好 现在回归到我们台湾的股票走势 台湾呢 今天是跌9点 那成交量一估 700多亿 这一估量 并不是我所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一估量要多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我们遇到一个 比较蛮尴尬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跟各位同志们讲一下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变成说 以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量多 之前记不记得跟你讲 这一天 5月26号这一天 17亿的量 之后呢 创新高之后呢 结果呢 就拉回 前阵子在这一天 7月11号也是一样 1087亿之后呢 之后呢 就下来了 最近 我希望不要 我希望不要有跟 之前的例子是一样啦 所以目前来看 以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稍微是往空头外面去走 但是目前因为政府 极力做多 而且可能两个马王 可能之后呢 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那而且 目前遇到一个国庆日 我不晓得 有没有自己一些 一些消息面的一个主导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 当技术面跟消息面 有些混杂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就稍微 去留意一下 但是持股 还是跟各位同志们讲说 不要太多 还是我跟你讲 差不多6到7左右这样子 资金三分之一 30%放下生机类股 30%还是放电子类股 那你们会觉得说 最近电子类股比较差一点 主要还是一样 台币的升值 因为我们知道 升值来看的话 对进口有利 对出口是不利的 那我们台湾的电子业 大部分都是出口嘛 出口不利的话呢 那对电子业升值 对电子业当然是 并不 比较不好了 但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另外一个方式 台币升值的话呢 对整个股市是一个利多的 因为它会调高利率之后 对电子股都是有利的 所以 以这方式来看的话 各有利弊啊 那所以基本上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一部分 升值类股 一部分电子类股 一部分放10%左右 在其他的一个电子股 金融股这一部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技术面 我希望今天 能够表态 往上攻上去 可是以目前 如果说今天 还是维持这种 小小的一个range 一个幅度的话呢 可以 OK没有问题 量缩到800亿 850亿 我觉得这都可以 都可以记得说 为什么 量缩价稳 OK 那就没有 可能就可以续工的力道 那如果今天 一个长黑跌破 前面一个低点的话呢 我觉得大肆不明 但基本上来看 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情况的 机会会比较低一点 我也希望说 这边稍微 责稳一点 量缩价稳 然后股股给它轮动 轮完之后的股票 没有再下跌 做一个支撑 那对整个后市的盘子 我觉得是一个 正面是一个利多的 好 我们现在整个大盘 跟各位解析出来的 你知道有一个 基本面 一个消息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技术面的问题 但因为这两个问题 还看的话呢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还是看个股 不管这些 因为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 着重于个股这一部分 好 我们看看我们个股 那今天呢 我们来看 这个双美 就是我觉得 我们各位投资 都看这节目来看 我觉得每一天 都会很高兴 为什么 每一天都会有一个股票 表现非常好 对不对 前一阵子 3006 OK 金老科 还有1795 对不对 每天都有 你看今天是什么东西 今天是这个 双美 有没有看量出来吗 量 3500多张 但是 我希望各位投资 顺便看一下 我跟你们讲一个技术 量价结构的问题 今天量出来 好不好 好 今天最好能够维持 网站公众上去 那就量价配合 量价齐阳后市 必有高点 必有可期 那如果今天很不幸的 往下跌下来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那如果这时候呢 索兵有的股票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常说的 卖股票 是最主要一个窍门 一个技巧所在 买股票 没什么了不起 我就买 我有钱 什么都可以买 卖的一个缺点 那个 那个timing点很重要 而且 keep point 这部分很重要 我们留意到这个股票 希望呢 能今天尾盘之后呢 能够慢慢的 往上攻上去 如果很不幸 拉下来的话呢 我去也不用担心 基本上生计累股 累股 也是目前一个资金 一个轮动 一个避风港 基本上我就不用去 太过担心 好 另外一个呢 跟各位讲的这个 1795美食 美食之前也是拉上去了 现在稍微回 稍微回跌 那我这边 再跟各位同志 讲一个技术面问题 你要记得 当这股票 走一个多头排列的话呢 基本什么叫多头排列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之前跟我们讲过一个 移动平行线的一个原理 多头排列就是 5日 10日 20日 跟60日 的一线 是从这样排列的 来 我希望各位同志 能够之前有 上过老师的一个 技术 技术分析的课的话 你能听听听看 我跟你讲 这叫多头排列 多头排列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股票拉上去的时候呢 它沿着5日线走 5日线走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 拉多 涨多拉回的时候 都以10日线为一个支撑点 OK 这叫一个多头排列 不用去担心 沿着5日走之后呢 10日线 是一个支撑点 不用担心 拉回就是一个 很好的揭入点 我就可以跟你讲 除非怎么样 除非怎么样 除非长黑豹大量 哦 跌下来 OK 那就撒哈拿拿 结束了 如果没有的话 不用担心 持股就续爆 很简单的道理 其实做股票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就是技术面抓好 技术面要学得 要学得很彻底 而不要说只学一半 而且这种东西 可以去运用的话呢 最好OK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另外再跟各位同志讲 这3006金豪科 今天稍微跌下来 跌下来的话 最好量能够缩 因为这股票 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跟你讲 它一个机面 还没有公布出来 如果说因为它做低润 有相关的一个股票 那我希望各位同志 看我这节目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不得理解到 我做股票不是说 今天买明天卖 今天买明天 我做一个波段的 我们要赚 只要赚成波段的 一次赚 赚一个 四五块 六块 七八块 不要说只赚一个几毛钱 那就跑掉了 而且做股票最早便说 要有一个计划 我常跟各位同志 一定要有个计划 那如果各位同志 做股票都没有一个计划 来看的话 那做股票 我就会非常辛苦 你看我们现在多好 进可攻退可守 根本不用担心 对不对 每天大盘跌 讲实在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还是有股票涨上去 还是有股票涨上去 涨上去怎么办 高兴你就把它卖掉 卖掉都没关系 我跟各位同志 讲说没有关系 你看这节目 你只要股票买了 买上去涨上去 你要随时卖 OK都很好 没有问题 卖掉这钱放口袋都很好 而不要 每天只设个田村链 那我跟你讲 那你钱永远就减少 不可能会增加 对不对 你有100万 早上去博卖 跌下来设田村链 永远是股票 永远钱的一定会往下降低的 所以跟各位讲 这几个类股 然后之前呢 各位投赞讲了 一个叫 629 一个梁维 我记得梁维木齐也是一样 稍微在那边做个盘整 一样 跟各位投赞讲过了 持股 买到之后呢 升到五天 不动的话呢 我的原则 你会知道 Saya Nana送它 不管它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用技术面的 因为我是用技术面来做股票的 其实你如果不对的话 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OK就不对 就像之前 如果各位投赞上过 这个 我的网路的课程的话 我跟你讲 用波浪理论第三波 来寻找地势界左流股 这第三波一定要形成 如果第三波不行成的话 怎么办 不行的话就不要介入 行程是在介入 这是很重要的 Keep Point OK 我今天跟各位就稍微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待会2点30分 再跟各位做一个盘后解析 那也希望各位投赞今天操作顺利 好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